人们常说有一种回忆叫古桥 古桥在,久别的乡愁就在 今天我们去一个偏僻的小乡村 欣赏一座这样的古桥 这座古桥在文宫镇远近闻名 是一座很难得的,保存完好的清代桥 桥的名称也很有传统意义 叫入义桥,好美的桥名啊 这座古桥还真的不好找 刚才在那一片问了很多人 给我指路啊 因为这边是小路 他们都指成大路去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里 现在在这个坡的下面 应该就在这边的某一个位置 先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吧 茂密的树林 一眼望过去 根本看不到路 只能看到的是满目苍翠 这座桥是过去人们从我们刚才看到的 去的那边乡 就是松林乡那边 到文工厂 赶长的一条主要的道路 桥应该就在这边的某一处吧 可能就在那河边的下面吧 我们过去看一下 由于时间太久了 除了一些老家人知道这座桥的名称 和他们曾经走过这条路的一些故事 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这座桥真实的名字 和曾经这座桥的一些故事和传说 所以到这里来 如果要问路的话 最好就是问稍微的上了一点年级的人 应该就是这个位置了 终于还是找到了 桥虽然的规模不是很大 宽也不是很宽 但这座桥的历史悠久 历史悠久的一座桥 下面的这条河叫池家河 风水季的时候 为了这座桥在遇到洪水的时候不被冲毁 所以我们看在河的大概十米左右的上游吧 在这里修了一个砥坝足水的 就是减缓河水的流动 对下面这座古老的桥的冲刷 夏天这里是非常的凉爽 两岸长满了树木 这个河水水稍微的再大一点 就慢在上面来了 在这下面淋出去 自然形成了一股河风 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这座桥 这座桥它是三孔两吨 就是桥的当中有两个石吨 石吨的上面我们看它是一个瘦 震水瘦 头部朝的上游 尾部朝的是下游 在石头与石头连接之间 我们看一下它在下面还有一个相对来说 一个石条从石寿的背部穿过来 但是它不是特别的长 在穿过来的石头上达到一个桥面 平桥 而且桥墩旁边的花纹也是非常的漂亮 待会我们近距离的去看一看 这座桥的历史悠久是建于清朝同志十二年 是过去 就是我们刚才去的那个松树乡 现在这里叫建村 人们去文宫镇赶城一京的一条路 在那个时候 这座桥通行是十分的繁忙 人们赶城卖东西 挑东西 都是经过这座桥 岁月流失 现在交通发达了 这座桥已经被冷落下来了 也变得有些沧桑 留下来是那个年代 人们生活的一种见证 现在我们到桥面上来看一看 桥头这边都是非常厚实的石条 桥面不宽 可能有将近两米吧 走在上面是非常的平稳 我们看这个石兽 这边是头部 这边是尾部 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镇水兽的头部 下面雕的花纹是非常的清晰 而且也是非常的精细 虽然经历了百年以上的时间 但仍然保存完好 在这个位置 还有一个孔 那边也有一个孔 前边的岸上也有一个孔 或许原先这个位置上面是搭建了有一个走廊 就是桥的桥栏 人们在通过这里的时候可以歇息 下雨的时候可以在这里遮风避雨 虽然这座桥看不上宏大 但由于处的位置特殊 所以这座桥在这里人们的心目中非常重要 也是老一辈人记忆中所抹不掉的 非常难得的一座古桥 这下面也有人走的脚印 应该来说 还是有人到这里来参观这座桥的 现在在这个位置 我们就更能看清楚这座桥的结构 好久就从这上面积流下来 非常厚实的桥墩 我们看这个桥墩上面 已经是时间久远 很多地方风化或者是接茧了 这是桥上面震水兽的尾部 下面这些纹路花纹非常清晰 这座桥被称为如意 就是因为这座桥里面的造型 如如意一般 所以被称为如意 这里有一部分我们看都裂了 好像这上面 在这个位置开始已经就裂了 还是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危险 两旁伸出来的沉重 这边也是 这下面应该来说原先还是有石灯支撑 我们看这下面有三个孔 到前面我们从最下面过来看一下 这样看那个震水兽的头部就非常清晰了 嘴中的舌头都能看见 很美的一座古老石桥 这个画面也是很漂亮的 这座桥很多地方都有些损坏 虽然现在看不出来 但是隐患挺大的 这么历史悠久的一座桥 应该是更好的保护 小桥流水 一幅山间的美景就这样的停留在这里 踏着这里人们的足迹走在桥上 感受这里人们的生活 看到这里世世代代的人们所走的黄土路 仿佛又看到了几十年前 生活在这里人们的场景 刚刚经过这里的两位村民 他们依然是走着这条老路 到文宫镇上去 哎呦 哎呦 就说一般行为了还去买多了 哦 这期视频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朋友们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